新四军 驾 为了防御鬼子再次偷袭 新四军驻湖山的部队 紧急抽召一个牌 支援把卫科 计定 新流阵 张连长 沈阁长 我觉得这波鬼子很不一般哪 像是特种部队 对付他们千万要小心 除了郭排长这个牌 还有两个牌可以随时赠给你 太感谢了 少长 请你安排任务 郭排长 这儿已经暴露了 戴隋长不能再关在保卫科 但是你们大部分人要留在这儿 虚张生事 迷惑麻痹小鬼子 保护戴隋长三天 是黄司令的死命令 小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扛过这三天 是 绝地投药 先走 站 放步 走 高福海 你上次说戴隋长有窒息性哮喘的老毛病 太军 你说的是啥 就是突然窒息 就是突然 就是突然 对对对对 戴隋长他很害怕一些东西 特别是杨漆 他一闻到杨漆的气味 他就立马 立马闯不过气来 脸色刷白 两眼紧闭 像死人一样 这个时候吓人的狠啊 他就必须打那个急救针 要不然就很危险 这就对了 证明他对杨漆豁敏 杨漆会诱发他的病灶 太军啊 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高复海 你是戴隋长的侄子 对他的情况很了解 以后我们的行动就要看你的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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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隋长的情绪很不稳定 你要多留神 尽量满足他生活上的要求 我知道了 增援的部队已经部署好了吗 都已经按照商量好的意见 布置好了 戴隋长秘密关押在县尾大院 增援的部队就留在保卫科虚张声势 要绝对保密 否则的话 关书记 你放心 同样的错误 我不可能犯两回啊 韩兴 我的计划你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消灭戴隋昌 成败再次一举 有你做侧营 我就放心多了 侧营没问题 可是 你们不能让我报你 当然 港村忠祖那么器重你 将来你还有大用场 我们的计划非常严密 这点你尽管放心 谢谢港村忠祖的栽培 你不宜久留 先去吧 是 小白俩 来 地书凌方快来征服美女啊 你给我滚看 你给我滚看 下来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果然是屠龙的老巫啊 想不到我江南浪 江南浪子情场得意一事雁名 差点让这个老巫婆回老子的名声 你不是知罪了吗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知道了 电面倒 干什么用的 我的衣服不用的 你不是在剑子轩子啊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原来是重庆方面的 喂 喂 特派员先生 你是谁 你原来的那个小白脸也太差劲了 没想到你的人素质那么低 屠 屠 屠龙 你是屠龙 听说你要找我做一笔大买卖 是 是是 可是你的人不懂老子的规矩 到处找老子 还敢动老子的歪脑筋 老子已经把它给做掉了 不好意思 托龙先生 我是让他来找你的女人 没让他来泡你的女人 他不懂规矩 活该 活该 说说你想怎么办 咱们捡了面 当面谈 特派员先生 老子从来不见外人 到时候石化小姐可以拳拳担扰我 你就找他谈了 不然 你就另请告你 行行行行行 这笔生意啊 我稍微广刻不容缓 只要这个生意能做成 谁来谈都行都行 半个小时后 父亲查了我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特派员先生 脑子警告你啊 别犯过脑子的规矩 别扯到一个人子 打个玩花糊 小心你自己的脑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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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特派员面子的 这屠龙都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狗日的江南浪子 我跟他说 不要去炮屠龙的女人 他偏不听 偏要去炮 家伙呢 帅哥 他早晚 他都死在女人手里 赶快准备 去炎屠龙 我去炎屠龙 我去炎屠龙 你也来 我去炎屠龙 你也去炎屠龙 不可能殺人 如果全部殺了 你怎麼會殺人 你進去 你們可以押忍 去吧 小明 小明 快跑 小明ified 小明别怀我 小明 别怀 你队 screaming 闭嘴 ran 不许击 吃 麻烦 買鵝 接下來 好 你去坐 老太太 只要你给我们做饭 招数 黄军是不会杀你的 明白吗 老太太 只要你给黄军做事 钞票大大的用 起来 走 去 把农王长官叫来 这是人住的地方嘛 住卷都不如 阿拉是秘书主任 阿拉要靠医 靠医 黄军超 你炒什么炒啊 你给我老实点 小心有一枪崩了你 好啊 农友走着一枪崩了阿拉 吃得足够死 做得破烂服 阿拉死不如死 阿拉看你们也就顾顾醉意嘛 要敢真的崩了阿拉 你们丧死能饶得了你们吗 你给我老实点 你干嘛 我拜托你 跟个臭汉奸你计较什么 再说了 关书节指示 在生活上还是尽量优待他 优待 怎么优待 这屋子确实是太破了 你们想办法整修一下 把这家家具再刷二七 一个狗汉奸犯得着这样伺候吗 大鹏 你们先进去 我马上就跟进来啊 好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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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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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长来了 请过来了 请过来了 已经进来了 杨七买到了 买到了 可难买了 我托人家红发商号买到的 好 那你的谁啊 那 一个熟人 行 走吧 可思玛 你不是嫌这个地方太破烂了吗 那把你挪一挪 把这儿整修一下 这还差不多 好 诺诺也要戴头套 起来 走 爸爸 小明 你怎么来了 奶奶 奶奶 奶奶被鬼子抓了 你弟 快一点 不然死了死了 快 快一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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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队长 我看肯定有事抓对随上楼那帮鬼子干的 小鬼子送上门找死 小明 走 沈队长 你不能去 万一这是鬼子的奸机 升农极西掉狐狸山呢 对对对 只有蠢猪吃了亏才会不长记性 我去 我拜托你啊 你去添乱还是帮忙啊 这样 你通知张连长 让他带上队伍 去对付那帮鬼子 是 走 小心啊 好 快 跟上 快 出 出啥事啊 别管他 先找到韩兴说的那家诊所 走 好 村民 怎么没什么情况 鬼子肯定在里面 走 上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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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鬼子给溜了 您是花小姐 有病吧 乌鸦先生 乌鸦先生 请坐 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 没有屠龙不知道的事情 这么说 你是花小姐 屠龙有一件从不离身的信物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一串佛珠 屠龙每做掉一个知名人物 都要取他的眉心骨 做一颗珠子 据说现在已有三八二十四颗 见到佛珠 就如同见到他本人 叔叔 多少课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阿弥陀佛 可这屠龙 藏头缩尾不见人 胆子也太小了 难道他数老鼠的 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官府通缉仇家追杀 屠龙不得不小心谨慎 乌鸦先生 你不也是缩头缩尾吗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屠龙知道你请他干什么 干什么 干掉戴随昌 这他也知道 不然你怎么能出那么高的价钱呢 不是 严格地说 应该是先救出戴随昌 实在不行 再干掉他 砍 怕 都可以 屠龙只杀人不救人 知道吗 那这样 我们负责救 屠龙负责杀 你看 怎么样 开个架吧 这个 别动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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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啊 看什么看 再看老子忘了你的眼睛 拍赌啊 手给老子站住 有仇家花钱买仇家的脑袋 跟你们没关系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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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走 华小姐 咱们换个地方吧 赫帕元先生 别演戏了 还不快滚 躺着等过年呢 好 你的人演得太蠢 太野鱼了 这个 我说啊 华小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真正的杀手 此人有三大破绽 第一 真正的杀手 都是直奔主题而去 可此人一进门 还跟我废话 这不是演戏 给本小姐看吗 哦 是吗 第二 真正的杀手 出手又准又狠 一枪比命 可这个人打了多少枪 这不是费钱费力吗 说明他是你的人 第三 杀人容易脱身难 这所有的职业杀手 都懂得常识 可此人 哼 得手以后 还不慌不忙地恐吓众人 这戏就过了 至于那些茶客 警察 都是你范先生的人吧 这个华小姐 不会是屠龙先生的全权代表 出手不凡 佩服 佩服 范先生还要考察我 既然你起疑心 那这一次的买卖 酬金就得翻倍 一万大药 定金四千大药 不要纸币 你 你 你这是敲竹干案啊 戴随昌旨多少钱 你比谁都清楚 他心里的秘密 想要的人多了 屠龙只认钱 不问正值 三千 行 不过 屠龙做事讲究信于二字 只要他接下来的活 从不实行 他做事喜欢独来独往 不喜欢旁人过问插手 那我 我怎么知道他的行踪呢 你只需要规定时间 等待结果 然后付尾款 其他的不用值得 不行 你听我说 特派员先生 你失去了唯一的机会 本小姐不奉陪了 慢 我同意 拿定金 我告诉你 我只给屠龙三天时间 叫他必须立刻赶到湖山 此人就是戴随昌 放心吧 你就等着给戴随昌收尸吧 这 这老妇 这屠龙什么女人找不到 偏偏找这么一个 不懂 师傅 刷得抓紧点啊 好的好的 师傅 抓紧点刷不用太仔细 能助人就行 好的好的 把这边刷了 赶紧把那边刷了 抓紧 放心吧没问题 好 看到了吗 就是那家西医诊所 不会弄错吧 不会 韩星说了 整个湖山镇 就那一家西医诊所 有疑难杂症 只能去那一家 对对对 新四军的基本不对啊 只有卫生员 治不了大病 走 好 扶车跑 医生 我媳妇病了 得赶紧救救她呀 快点医生 老乡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刚吃完饭 就变成这样了 这个疼得满地打鼓 别急 让我给她检查一下 来来来这边 这边 这疼吗 好疼 快 你别说啊 这房子稍微粉刷一下 还挺像那么回事呢 为了一个狗汉奸真不值 报告 王盖使 你爱人找你 谁 你爱人 杨老师 我 杨信平 你找我 晓杨 急死我了 今天阵里阵外的 又是放枪又是爆炸的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 我问你 你为什么跟别人说 我是你爱人 你本来就是我的爱人啊 我们俩都订婚了 没有正式的拜堂成亲 那就不算 何必拘于这种形式嘛 行了 我还有要紧事 你先走吧 王盈 别拉我 你答应我 等咱们俩稳定下来 就结婚的 所以我才中断了学业 跟你过来 怎么 你变心了 杏平 我最近工作确实很紧张 我们的事以后再说吧 不行 家里提我结婚 我现在就要你回答我 你 你怎么这么迈不讲理啊 我没 杨老师来了 沈科长 沈科长 里面怎么样了 都办好了吗 没呢 还没有 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去催催啊 哦 老杨 真不好意思啊 最近啊 这保卫科事情太多了 任务特别艰巨 王盈没时间陪你 以后 以后我让他加倍补上 哦 沈科长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 谢你帮我解围 要不然 杨欣平肯定还会继续就算下去的 王勇同志 看来任杨老师 他真的很爱你 你们郎才女貌 真的是满般配 沈科长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那我应该说什么样的话 说你的心里话 心里话 咱们进苏城抓戴隋昌的时候 咱们装成了夫妻 你教我老公 我教你老婆 虽然是假的 可是呢 可是什么 可是万一 杨老师要是知道了 那找我麻烦怎么办啊 讨厌 我 是看什么 早上来早上去 戴隋昌 你不要阁咬李东斌不使好人心哪 咱们 是让你住新房 怎么样 你们就这样葫芦啊 这还是原来的旧家具 就是在这个老家具上 拖了则新妻嘛 戴隋昌 戴隋昌 你怎么样 快让沈科长 是 戴隋昌 沈科长 戴隋昌晕倒了 什么 戴隋昌 戴隋昌 沈科长 这怎么回事啊 他肯定是犯疾病了 快叫卫生员 沈科长 叫卫生员没有用 只会耽误时间 我去请医生 大鹏 这个请西医 可是 镇上只有一家西医诊所 医生姓安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只听说过 管他认识不认识 快训 是 来 给我付出二弟 来 来 赫子小姐 这是什么 这是慢性剧毒阿米巴菌 进入人体十二小时之后发作 无药可救 必死无疑 黎世宁就是被这个毒死的 你要镇定 共党是不会发现的 赫子小姐 我不会打针哪 笨蛋 我教你 进来 进来 安医生 刘先生 是 咱们去里边看看 赫子小姐 这怎么办啊 我已经弄了人 我们彼此无疑啊 你慌什么 拿着 您 您是 我是新来的护士 安医生和刘护士啊 今天出诊了 要不 您二位等等 出诊了 那我们等等 出诊了 快 快点 那个 他们今天好像去得特别远 估计要晚上才能回来 晚上才回来啊 对 快 那 那我们明天再来 好 走吧 明天再来 那二位明天再来啊 谢谢啊 快 鱼医生 上钩了 他们果然来了 安医生这种办法 戴手上这回死定了 你还举着枪干嘛 快准备啊 哦 快 安医生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走吧 好 我们走 快点 快点 沈队长 安医生和刘护士来了 安医生快请进吧 这边 行了你俩就没进去了 碍事儿 让王庸陪着就行了 好 好 病人是窒息性哮喘的休克 打一针就好 他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应该不是刚走啊 应该是救兵复发 那会致命吗 抢救及时的话 一般不会 还是西医馆用啊 一下子就把问题讲到了 可不是吗 人家本来不愿意来 我好说歹说 才把人家拉过来的 这个女护士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哦 这家诊所在镇上看了好几年 你怎么见过 大人 你怎么看了好几年 你怎么看了好几年 你们怎么看 大人 公福黑 给我出去出去 快点出去 给我出去 要不然老子以前帮了他 是他 出去 快带人追 快 快点出去 要不然我以前帮了他 你 还有你 快出去 赶紧追 要不然我以前帮了他 高冯海 好 你把带随枪放了 否则你死路一条啊 别废话 不要给我动 再动我就帮了他 冯海 把这次弄不 弄发了好吗 你给我住口 放了你 我就没命了 高冯海 我拜托你啊 不要白日做梦了 你自己好好看看 你还出得去吗 别废话 你们谁在动 我就跟他同归一剑 冯海 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 高冯海 你肯定出不去了 只要你放了戴随枪 我可以饶你不死啊 你说话损话 当然损话 我吐口吐门就只听 你看清楚 我把枪交给我的部下 我什么都没带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你有什么条件 你不过来 咱们可以谈 有话就在这儿说 看一下那样 你至于吗 把枪放下 给鬼子卖命值吗 我看你 也不想死啊 把枪给我 给我 给我 王英 你们看中带水插 我去追那个女人 好 走 来 谁队长 怎么样 你往那边追 我往这边追 是 爱着最后的黎明 天山雷霓 画面瞩目清晰 暴风 周遇来的 不说 迷离 谁知道 风风雨 纷纷扰扰 打破了一切 谁知道 多少岸 有多少危机 悄悄在上演 泪又来 来 区区多少声音 笑一束耀眼 破晓的黑夜 又为光遍遍 谁知道 风雨 举 多么历练 惊喜的一切 谁知道 有多少遗憾 多少世纪 愣分在上演 别问胸口 纸上洒满热血 那是我纪念 用煎熬一生 跳隔了昨天 谁知道 谁知道 风雨 举 多么历练 惊喜的一切 谁知道 谁知道 多少遗憾 多么历练 多少世纪 愣分在上演 别问胸口 纸上洒满热血 那是墨基点 用煎熬一生 吊隔了昨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